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我們的一拳超人最強 不不不不 一拳超人英雄之路了好不好 那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本帳喔 那目前來說 本帳這裡一直在猶豫啊 就是到底該不該抽一下金犬俠 因為大家對於金犬俠這個 評價好像還蠻高的 就是他其實是不用依靠一定要去組什麼流血隊 他本身的這個 能力值好像就是T0的一個存在吧 那就是 我自己稍微看了一下 其實確實我覺得他自己靠自己也是蠻不錯的 而且他的那個 就是他的招式啊 他就可以就是一直打的 就是普通機器人有60%機率會變為連擊 所以他就可以抓很多下這種攻擊 所以我就覺得還算是蠻不錯的啦 只是因為他畢竟是全能系角色 所以稍微比較難抽 而且我們最近又把資源投在我們 就是那個崛起疫苗人身上了 所以還在思考一下 但是到後期部分的話呢 他可能會被其他隻角色比下去 目前感覺起來就是大家的那個 評價好像是這個樣子的 那目前最不會被比下去的大概就是 龍卷跟那個 梅爾沙拉德喔 但是手門犬小孩的話 如果大家是喜歡犬圈的話 或是你自己沒有什麼角色 然後想要就是來抽一隻用的話 我覺得這隻有可能比 我自己感覺啦 他可能比那個 波羅斯跟二郎好吧 應該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波羅斯跟二郎的話好像 就沒有那麼高的一個 討論程度就是 觀眾在留言區推給我的那種感覺好像就沒到那麼大 所以 金犬小孩的話如果你們有資源的話 應該是可以來去弄一下 那剩下這幾天的兵再思考一下吧 因為我目前來說整體的隊伍來說 還是就是在台龍卷的隊伍啦 我是還沒有就是 就是沒有餘力去組下一隊這樣的概念喔 然後 我們的努S的話就不用抽 然後覺醒英雄呢 我們現在已經抽到了喔 那最近基本上在我們的奧德賽這邊啦 也有這個奇妙旅程 我們今天就來打一下這個 努S的這個關卡好不好 歡迎來到冰雪的世界 大雪形成的雪球 獨住了很多道路 試著將他們移動到不阻礙前進的地方去吧好不好 這關卡其實蠻好玩的 就像是我們一般的那種活動世界 而且他這個 遊戲關卡的話說真的 就還蠻有一些抑制程度在喔 像我們這邊的話應該就要移這個雪球吧 對我們要移這個雪球有沒有看到 移雪球緩解 那我們就要來打一次 欸裡面的 關卡不簡單欸你們自己看 角色的這個等級都超級無敵高的好不好 那我們先換這個疫苗人上去 我覺得目前來說我自己感覺啦 就是 疫苗人這邊的話喔 我是會把他換掉波羅斯的 然後反正是惡狼跟波羅斯 我現在找不到一些場合用他們 可是 但是就先 就先出吧 沒有什麼關係喔 反正現在目前來說 後面的角色的話 哲平應該會比較 針對一些就是我整體的這個 隊伍可以去弄了一些東西來去做抽 那如果真的要抽驚犬霞的話 我可能就要練二隊了 就是 第二套隊伍這樣子 然後第一套隊伍的話大概就還是 就是以這個 台龍捲為主 因為目前來說不練這麼多隊的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 機械核心那個不夠啊 因為機械核心那個東西的話應該就是 你就是必須用我們那個什麼 用我們的這個鑽石去弄 不然就是你要去 去花錢買 那這個月的話 哲平真的是花太多了 所以我就 先緩緩 好不好先緩緩 你看我自己主線關卡也沒有推啊 因為主線關卡一推喔 他的禮包就跳出來喔 真的是 有點麻煩 然後我說真的這款遊戲 我自從開了新手的無課之路的時間之後 我發現這款遊戲超級無敵有料 其實比我想像中還要 好玩好幾百萬倍耶 那是因為我一開始玩這遊戲的時候 課太多錢了所以 你就會覺得喔好像 就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啊 因為進去關卡就直接隨便打贏 你看我現在 目前來說我擺陣也沒有什麼在擺 但是無課之路那次帳號的話 你擺陣就一定要擺 因為你要看一下對面是怎麼樣打 然後去就是 依照對面那個角色來去做一些那個 招式的抵擋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本杖 哪需要什麼抵擋 就把龍捲養好就好了有沒有 然後直接 巨石操控 棒棒棒 世界遊戲結束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無課的話我覺得 他還是有無課好玩的地方 而且無課的話我覺得大家就是 來打這個活動或是打副本啦 就是 打一般的那個就是PVE的關卡 這個無課的話基本上是打得起來的 那如果你要去跟棉PVP的話喔 那你就鐵釘要課金喔 但是你課的話如果沒有比別人多 沒有比別人多的話 就會跟哲平現在目前的現況一樣 就是我們現在前面這個 前四名的這個 位置大概都已經訂好了 好不好 我基本上打不贏他們前面三個 除非我就是在玩更久然後 他們可能有幾個月就是比較鬆懈 那我可能才比較有機會打贏 不然我真的是沒辦法打贏 因為他們那個機械核心都 灌蠻多的喔 因為那個機械核心基本上 我為什麼不打主線的原因是因為主線 打完之後他會跳那個禮包 那個禮包是可以選那個 機械核心的碎片的 所以 我就 很麻煩 我就會很想要 去買那個禮包 但最近真的是 太窮了 好不好最近真的太窮了 哇剛才我們那個 我們的崔雪 台港好像被打死了 尷尬啊 萬一是文上學上去 目前來說啊就是 這個活動關卡我覺得確實是 蠻困難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依照我們這等級 來去 做牌的 還有可能是依照我們自己本身 就是角色等級做牌的 因為如果新手打這個關卡也跟我一樣那麼難的話 那你們要怎麼打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有在依照那個做牌的 哇我們這邊復活了耶 哇死定 完了完了完了好像有點尷尬 是不是對面有點強 哇 完了完了這個冰雪 尷尬囉 沒關係 只要龍捲還在 我們就有機會抬起來 哇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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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啊巨石操控救一下 但因為這個模式你們知道的啊 這個模式他的話是 不會有那個 你打這個關卡他不會回滿血的啦 所以就很尷尬 不會回滿血的話 就麻煩了 哇 怎麼推啊 無法到該位置所以 哇 欸這個 很動腦耶 啊這邊完全沒有補血的東西耶 哇我要哭了吧 哼 我要哭了吧 啊這個可以推吧 這樣推了是不是 這個就這裡面那個就拿不到了 對啊 啊 完蛋 沒關係我們先買一些重要的寶箱先拿一拿 然後之後再選擇要不要推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比較尷尬的是 沒有角色可以用了各位 他們這次沒有給我們選角的地方耶 哇我們這次 有點慘喔 哈哈 我們這次 有點慘喔 但打這個關卡應該比較簡單啦 但是跟我有沒有排陣有關係耶 因為我都沒在排陣了所以 好像有點不太好 還是照理來說還是得排一下陣 就是對面可能會有哪一些東西 是我們沒辦法弄的我們就必須要排一下陣 哇 要沒了嗎 拜託啊龍卷 有沒有可以讓我們復活的地方我求你們了 巨石操控 沒事沒事我們其他隻已經爆了 這就是機械核心的重要啦 所以大家如果是新手的話 盡量把那個鑽石都拿去花在機械核心身上會比較好 欸這些都沒有補血的地方嗎 會死人耶 真的都沒有耶 哇 你認真 喔這邊有一個寶箱 150 欸都沒有 哇靠 哼 完了 都沒有補血的地方耶 啊死定 死定囉 這樣好了 其實獨角線算是一隻蠻好用的角色 他會暈眩 來巨石操控炸一波 拜託了拜託了 炸爛 喔這還行 這個還行嗎 這怎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蛤 什麼意思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是什麼東西 你們有看到嗎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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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然後我們就死了 夭壽喔 這邊是怎樣 要推雪球 哇很難推耶這個 這邊推 這邊推 繞過去 哇 不是而且這一次他是完完全全沒有補血的地方耶 你們有發現嗎 他沒有半個補血的東西給你耶 這好像稍微有點過分了 來 黑光 黑光被保護起來好了 因為黑光的話他可以放全體的護盾 這關卡很難耶 這應該是依照我們自己的等級來去判斷的啦 因為如果沒有依照我們等級去判斷的話 這新手打這個活動 會打到死吧 根本打不贏啊 我們都要先直接爆開耶 哇美爾沙特加油 微笑超人好像有點猛耶 好險他還有活著 美爾沙特真的太強了好不好 大家現在問我說我要推薦哪些角色 我一定推薦龍捲跟美爾沙特 這兩隻真的太強了 你看那個美爾沙特 一直復活一直復活怎麼輸 哇夭壽 對啊沒辦法補血我只能靠那個 選擇能量那個地方 去選擇了吧 來這個然後 我要沒角色 我真的要沒角色了啦 他怎麼會沒有給我復活的機會 之前我們只想要可以補血嗎還是不行 哇要爆了 金屬球棒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接下來如果真的要玩的話我應該蠻想要玩那個 武裝隊的吧 就是努S那個隊伍因為努S那個屬性的隊伍的話 有金屬球棒然後努S這邊的話 又可以幫忙就是那個 反回攻擊 真的好像蠻舒服的 蠻可以試試看的 豬優凱 來了那隻球棒 瞎雞巴球棒在那邊亂搞 這還蠻好險的地方是什麼就是沒有下的他每一回合都會變成豬豬 他如果沒辦法變成豬豬的話那我真的會完蛋 哈哈哈 好險他可以變成豬豬 哇你看這個步驅 有夠猛 欸你這不需要 哇他就一定要 一定要打死我一隻角色他才甘心 這關卡好像有點難欸 來來來來 不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醫護戰啊各位 這邊也沒辦法補血啊 這邊有哪邊是可以補血的你可以告訴我 我還沒有看到半個醫護戰欸 我我快掛了各位 我角色已經用到快每一棒用了 我已經要掛掉了各位 闊魚嗎 好啦闊魚來一下好了 然後天空王 現在就是上去幫他們加能力啦各位 我們已經 無任何用處了就是上去幫他們加能力 喔這不錯喔 這可以喔 我真的覺得你們自己看我就說 我最推的兩隻角色 一定是這兩隻這兩隻真的目前來說太強了 一個就是能力輸出保證 直接砸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一直不死一直不死一直不死 對不對 啊到時候殭屍男出來的話我應該一定會抽 因為我自己個人一定是蠻喜歡那種就是 一直不死的角色 希望殭屍男也是那樣的角色好不好 那我就抽爆 所以我這次才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抽警犬霞 因為警犬霞的話他整個跟我就是那個 目標有點不太一致 我覺得警犬霞的話 他就是又屬於另外一套隊伍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要盡可能努力的保護那個龍卷 那大概就是疫苗人跟那個 就是那些不死的人 好不好那些都很重要 而且我們之前玩最強之男的時候基本上都是 派那種就是那種 那個範圍技能隊啊 那個球棒啊然後原子武士啊 然後金屬騎士這樣子 但結果現在反而是 靠一隻龍卷就可以 哈哈哈 靠一隻龍卷就可以了 哇可以然後轟掉了 哎沒有沒有醫護士啊要死人了 啊這怎麼推 啊 這個天推上去 然後 這個再推上去 往右推 拿到 聰明如我 喔五個抽獎券 還行啦 五個抽獎券 但另外一邊的話 不知道打不打贏耶 我們現在還有幾個沒有拿到我看一下 目前來說的話我們還有 哇還有四個 寶箱沒拿到耶 但是 這邊不用緊張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就是 你走過的地方喔你拿過了寶箱他 他都不會就是再重置了所以你是可以就是 挑一些重點的去拿就好了 所以你正式打不贏喔 你就是 下次打贏就好了 因為這邊打贏的話好像也不會拿到一些 額外的東西對不對 我記得好像不會 剛看起來好像是沒有 就是你不會拿到一些額外的東西啊 哇 好啦來吧 因為你打贏之後好像不會拿到什麼 什麼東西的概念 就還好 其實我覺得光派龍捲跟沒有紮德上去 好像就好了 只是你要派幾隻角色出去扛一下傷害 不然直接打這兩隻他們會掛掉 哇你又不屈 哇完了 來了 巨石操控 你看整個直接炸爛太舒服了 哇 撐住啊 喔對的好險他會變他會變 沒事沒事他會變 打招 他在蓄力爆發之後打出去的那個 大傷害很屌 真的很屌 他是把我們就是承受傷害 就是一口氣返還嗎 是的話好像很猛 讓炸不死啊 他是要把我們用 他要 等一下 我沒有 哇我沒有殺的沒了 啊 完了 BBQ了各位 他這次真的是完全沒有給你那個補血的地方耶 死定了 來我們看一下 龍捲一隻能不能 抵得過一切好不好 我們只有龍捲一隻了 看一下 是不是 機械核心的龍捲最強 好不好 哇 完了 我們這邊就是一下就一隻 來了 炸爛 啊還行 但是沒到就是直接炸爛的那種感覺 你看這個 哇沒了 哇GG了各位 沒了 哇我失敗了耶 這關卡應該是那個啦 就是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真的是照你等級的 所以你這樣打不贏的話 那個我 我相信大家應該不是打跟我同樣等級 不然這個關卡真的太難了好不好 我們這樣都打不贏了 何況是大家這樣子 好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的話 不夠耶 我一邊想說 抽個一張 那沒有就算了 好那今天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奧德賽的這個奇妙旅行啊 這一次跟我們努S一起出來的關卡 但是 真的難耶 真的難 真的有難 那你們有沒有打贏呢 你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冰雪之旅 你們用什麼隊伍打贏 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囉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品牌見囉 大家 掰掰啦